奇瑞的发动机既拥有德系发动机的动力 又拥有日系发动机的耐用性 而且只需要加932汽油 是最好的发动机之一了 粉丝留言问我 小胡子我想买瑞虎8 Plus 可是网上很多网友都说瑞虎8最差劲 也有人说瑞虎8最好 还有网友说不如买Half S6或者XN75 Plus质量好 给我整崩圈了 小胡子你给说一说到底行不行 能不能用住瑞虎8 Plus 想听听你的建议 以上就是这位粉丝给我的留言 我跟你说这个价位买车 买的就是一个发动机变速箱的稳定项 花小钱办大事 以前的奇瑞是真一般 其实不只是奇瑞 以前的国产车都很一般 但是如今的奇瑞不可小看 选哈菲斯6 选的就是底盘 它的扎实感支撑性是特别好的 选长安75 选的就是爱信8AT病箱 那么你选奇瑞 别的地方都一般中规中矩的水平 就是发动机是奇瑞的强项 相对比较长城和长安的发动机 奇瑞的发动机油耗低 动力度声音小 这刹车做零百加速 肯定是热虎8跑在最前面 奇瑞的1.6T发动机扭矩290 马力197 2.0T发动机扭矩390 马力254 热虎9和星图系列 更是达到了400的扭矩 261的马力 确定是高功率的 无论是哪款发动机 都是佼佼者 就算很多核直车机 都看上了奇瑞的发动机 但是它不好意思用 便如像奇瑞的1.6T使用 德国格特纳克双离合20T使用 上汽柳州双离合 现在也使用自家的 私自己的福珍8AT 热虎9使用的是爱信8AT 长城就是自主研发的 七档丝双离合 一般 长安用的是爱信8AT 没有任何问题 很好 便如像 便如像来讲 还是长城的略差一些 便如像来讲 还是长安的最好 底盘还是长城的更优秀 所以中和以上对比 还是瑞虎8PLUS 更加优秀一些 所以说这台内车呢 我建议选择瑞虎8 空间呢 各方面要更优秀一些 并且是定位一个中型SUV 要比那两个要大一些 但是瑞虎8PLUS 在整台车的中车工艺上 确实是不如这个 哈菲茨6和375 但就是一个发动机 就是单纯发动机来讲 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恰恰这个价位买车 买就是个发动机变入箱 所以说我建议呢 还是选7月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带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